10月16日日本语言平刚右太抵达台湾 参与拍摄电视剧热海练歌 不少女粉丝早早等候在机场大厅 平刚右太一线一线就引发尖叫不断 平刚右太格子衬衫搭配牛仔裤相当休闲 加上毛毛造型帅气一场 平刚右太以亲切微笑回馈粉丝特语粉丝握手签名相当亲民 此次正在台湾停留长达一个多月 第一次因为工作来台的平刚右太表示 要去体验台湾温泉之美 更想好好品尝小笼包牛肉面等美食 电视剧热海练歌中有许多中文与闽南语的台词 也是平刚右太除了与演员交流外的另一个挑战 他有些害羞地表示 一个月前开始学中文只学了一点点 现场被逼用中文自我介绍相当害羞 你好我是平刚右太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